国民革命军第29军 前身是西北军 当年冯玉祥创建西北军的时候 因为部队扩充快 枪支弹药不足 就为部队士兵配发了大刀 在长城沿线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 有中央军 东北军等多支部队 相比之下 29军的装备最差 想要在战场上发挥优势 29军必须苦练大刀武功 就当时呢 像我父亲她那个 那她是非常精通打刀的 就是他们要练的时候吧 十几个人来 就来真枪来打嘛 都不能近身 她在练刀的时候 就是有时候呢 就让战士用那个大刀往这撒 等她练飞舞的大刀 就练一会儿一看 周围一民一个斗粒都见不到 就是很精良的 那么她那刀呢也是 削铁如泥 你要弄着一落银元 爬下去 就整个得砍她 所以这样一来呢 她培养出了很多精兵 很多精兵 这个 可是日本还不太晓得这个 就是这样一支 以白刃肉搏为主要打法的队伍 想要对抗武器精良的日军 仅凭刀法武艺 比过人胆识是远远不够的 赵登宇率军行进洗风口 盘算着进攻战术 刚到那一看 日本已经把洗风口的高地给占领了 所以这个就没法打 我父亲指挥呢 就是你不能特别近不行 特别远也不行 在适当的时候 就一声令下 一下都从战号里穿出来 穿出来就用的都是炸刀 把敌人那三下五十块都 当时日本他惊呆了 他不知道怎么出现了 这个打刀的是怎么着 给他们砍死了 当时就一二百人 这时候日本也有点懵了 他想可能还有别的呢吧 就害怕了 这次正面交锋 日军对赵登宇和大刀队 有了深刻沉痛的印象 日军的噩梦还没有结束 赵登宇又开始酝酿着 异常奇袭 我父亲又精选了一些人 一共带的有两千多人吧 说咱们开始夜里就走 夜里走 但是走啊 这是很不容易的 一个是翻山越岭 还要过河 那个卵河 最后绕到炮兵阵地 这样的路 沿路你因为一走又滑 这时候我父亲呢 因为在头两天的战斗当中 腿部已经受伤 腿部受伤呢 他就 那个士兵说您别去了 他说那不行 经过爆炸以后 他还是走在前面 就带着他们 这个翻山越岭过河 最后到达了这个炮兵阵地的后面 这时候呢 也不能休息 一一看那一点洞就没有 说我们现在不要使手榴弹 也不要惊弄他们 等着我们上好了以后 因为去的时候就有分工了 哪个人在什么地方 哪个人在什么地方 上了以后 然后他一发令 一发令 说开始 就开始掀开了帐篷 有的把他那个睡袋 啪一拉 他那因为睡的时候 你想他都是 头多冲一边不是吗 脑倒是跟 切袭子 啪 脑袋全切了 又他们都没反应 他说这是什么呀 以为做梦呢 再一看呢 人头满地滚 血流成河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有的血过味的 大喊说 天兵天将来了 快跑 刚说跑 出去外面 士兵都布置好了 照样给他们砍 所以这一 一仗下来 就是战口里 睡袋里 这些人几乎就全消灭 加起来 一会四百多人 砍的脑袋就四百多 你想这个 脑袋满地滚 洗风口战役 鼓舞和坚定了 全国人民的 抗日决心 这场战役的热血经历 在此后的抗日战场上 激励着无数的 抗日英雄 前赴后继 1933年的 日本朝日新闻 也不得不承认 明治大帝造兵以来 皇军名誉 尽丧于洗风口外 而遭受六十年来 未有之侮辱 后来又俘虏了日本兵啊 发现了一个情况 怎么了 说他这脖子上 带着东西 后来一看 什么呀 皮子的 再一看里头 是钢片 说你们这是什么 经过一了解 这叫他弄的铁尾膊 这个就怕打倒砍啊 怕怕带上铁尾膊了 他这是一种护具了 这个一看见这个 他们就说 戏风口他什么不敢再来了 根据亲戚长辈的讲述 赵学分心中的父亲形象 清晰了许多 他记起当年父亲打仗的时候 偶尔回家看看 身后就背了这么一把大刀 但是突然有一次 父亲离开家之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 日本的不发 那鲁尾膏事变了 其中在这之前 我父亲呢 在三七年的四月 就回家一趟 那场面也是很动人的 有我母亲抱着我 我哥哥在旁边站着 我哥哥四岁多 我两岁多 还有我奶奶坐在那 我父亲呢 就是一身的军装 马上就要离开 就上战场了 身背大刀 枪都呆着 后来临走呢 后来又给我奶奶磕头 他说 四二你别走 等着 他走到屋里 把我父亲洗风口 抗战得的那个奖章 给我父亲亲自戴上 二人 自顾忠孝不能两全 为了天下人 这就是大孝了 你走吧 我懂 这是赵学芬最后一次 见到父亲 当他问及父亲后来的情况时 亲戚长辈们 无补动容感慨 1937年 清华日军挑起七七事变之后 紧接着进攻南苑 此地作为北平的南大门 不容有失 二十九军驻守在此 惨烈的南苑保卫战开始了 南苑原来呢 还是很牢固的 后来蒋介石的命令 说你们拆除攻势 这个咱们要跟日本组合了 后来一看 日本真的又调兵了 找紧了 于是呢 那个在南苑那儿 有一个兵营 是二十九军的军部 那儿组织了大批的学生兵 招兵 有的大学生 有的高中生 招了就有三千人 在那儿集训 当时 佟林阁将军 就在那儿总负责 这个对于学生兵 进行思想教育 还有一个叫张寿玲 教育长 在这时候 宋将军就想到了 这不行 南苑这儿还没有人 人不够 于是呢 就下令 让我父亲 你二十七号 就必须到南苑 命令你为 这个南苑总指挥 把你的兵带到南苑去